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人见仁爱 花见花开 车进车胞胎的三叶美食 一年一度的中秋交节至极 你家被月饼了吗 市面上的月饼种类很多 有的是礼盒包装的 有的是上张 一个一个售卖的 还有的是 曾经进行售卖的 我们应该怎样挑选呢 如果我们在买月饼的时候 遇到这种月饼千万不要购买 家里买有的也别再吃啦 还好月饼员工提醒 大家都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在购买月饼的时候 第一 我们先看一下月饼的色泽 如果我们遇到月饼 颜色比较暗沉 表皮的生糊比较严重 这就是一些劣质的月饼 遇到这样的月饼 我们就不要购买啦 而优质的月饼表皮成性 金黄色 有油亮光泽感 所以我们在购买月饼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观察 仔细调选 第二 我们来看它的外包装 通过外包装来辨别 首先呢 我们来检查一下 这个外包装是否完整 是否有漏气的现象 如果发现有包装袋漏气的 我们就不要购买啦 因为这样的月饼 它容易变质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生产日期 生产日期一定要在这个月饼的保质期范围内 像我的这个月饼的保质期是45天 它的生产日期是 它的生产日期是2020年的9月9日 所以说它现在还是在保质期的时间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生产日期 正规厂家的生产日期 它是我们用手怎么抹都抹不掉的 大多都是干眼的 而我们要是遇到 有一些生产日期 用手就能抹掉的月饼 大家就可不要购买啦 因为这种月饼有很可能是 一些不良的商贩 经过更改日期来售卖 成年的旧货 所以遇到生产日期容易抹去的月饼 我们最好不要购买 我们一定要选择生产日期 标明清楚抹也抹不掉的月饼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包装袋上是否有标明清楚 它的生产厂家 还有它的详细地质 并且是否持有产品标准执行号的 一般月饼的产品标准执行号 都是以GB干涕开头的 如果包装袋上注明这三样 标明标识清楚 大家就可以放心的购买 但是要是遇到一些没有包装的月饼 那大家就可以要紧慎购买啦 因为它没有包装袋 没有标明标识清楚 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产地在哪 生产日期是多少 是否持有国家食品安全的执行标准号 并且呢 它还一直暴露在空气中 容易滋生喜菌 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不要选择这种 暴露在空气中的月饼 最好选择这种有包装袋的月饼 并且符合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那几点 那样就可以放心的购买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看一下配料表中是否添加了对于我们使用过敏的东西 如果有的话那就不要挑选这种 就像这个月饼中它有这个白云豆 而我的小孩使用了白云豆就容易过敏 遇到这样的月饼呢 我们要谨慎 买回来要放好不要给小孩吃啦 第三不建议大家购买的月饼 那就是水果馅啦 水果馅的月饼它添加的不是真正的水果 而是通过添加各种狗味的香精来调制而成的 口感呢非常的甜腻 大家可千万不要被包装袋上水果两个字给误导啦 看完我的视频赶快告诉家里人吧 有一个秘密要跟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的中秋节也就是8月15之前 我们买的月饼呢是比较昂贵的 可在8月15单停的下午5点过后 月饼呢就会大幅度的降价 那个时候买月饼才是最划算的 但是有个缺点 买的时候呢想吃的口味就没有啦 都被卖完了 是你的话是选择前期买贵的 还是选择等了降价再去买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